中共总理温家宝在最近出版的《求是》杂志中撰文说 稳定物价总水准仍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 宏调取向不能变 经济学家认为大陆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得老百姓难以承受 社会处于危险状态 温家宝才有了这次表态 中共不改变藏富于国的政策 通货膨胀不能真正解决 温家宝表示 稳定物价总水准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因此要更加注重缓解物价过快上涨这一主要矛盾 温家宝从年初就强调宏观调控抑制通胀 但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仍不断攀升 7月份CPI为6.5% 创37个月来的新高 经济学家简天伦表示 温家宝之所以强调稳定物价是因为物价太高了 而且还在以每个月超过6%的速度不断推高 危害到中国民生 这也说明中共宏观调控政策的失败 中国的价格的上涨危害了老百姓的生存 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 中国的房地产一直是大幅的上涨 涨幅没有停过 虽然中国从去年10月份以来利息加了5次 而且银行储备率提高了9次 但是并没有取到什么效果 景天伦认为不改变人民币汇率 光提高利率和储备金比率的宏观 调控根本不可能改变通胀 他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 这原因在于第一这是累积的 第二是人民币长期以来的低估造成的 而且是累积下来十几年造成的 中国的这个出口现在一直都是顺差 而且甚至非常大 外汇储备一直都是在不断的扩大 这个又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不变 那么就把人民币充斥国内市场 所以的话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近年以来与百姓生活相关的食品 蔬菜涨幅更大 像猪肉5月份较去年同比涨了40% 而7月份较6月份 一个月涨幅就达11.7% 经济评论专家杰森分析认为 目前食品的通胀使得占社会大多数的 中低层老百姓生活水准不断下降 这对经济增长超过10%的社会来说 绝对是一个危险的状态 但食品上涨最大的原因 是中共盘剥的太厉害 温家宝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落到实处 确保见到实效 对此杰森表示 房价就像一棵剧毒的毒草 能把经济发展的各种苗都毒死 所以中共一直强调控制房价 但目前二线城市房价还在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上涨 说明中共的政策到了地方也会被架空 另外 经济学家草安居士认为 B集团主导了中国大陆整个国家走藏富于国 而不是藏富于民的模式 中国内需得不到培育 本身就蕴藏危机 他说 随着美国经济衰退 走向二次探底 中国也必将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物价更高 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将使走出口倒向的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崩溃 新唐人记者梁新 宋峰 肖宇采访报道